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梁浩雲中醫師 梁醫師是香港註冊的中醫師 也是香港大學針灸學的碩士 之後在公司營的不同機構其實都工作過 經驗十分之豐富 來到英國之後主力都是提供網上遙距的診證 對於各項各類的過敏性疾病 例如皮膚病、咳嗽、鼻敏感 都有很深刻的體會和不同的認識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將時間交給中醫師和維特建林的代表黃先生 謝謝PB 其實花粉症這個題目是很普遍的 就如病徵一樣都是很普遍的 因為其實根據數據顯示 每四個香港人已經有一個有鼻敏症的症狀 2021年更加是有一份針對兒童國民報告 顯示花粉症對比其他過敏症狀 例如濕疹也好 或者食物過敏也好 是更加普遍的 所以大家為了自己也好 或者身邊的親友也好 其實真的要了解多一點關於花粉症的 我首先也想問一下 其實中醫角度 花粉症、過敏性避炎和鼻敏感 其實是否同一件事 我是梁醫師 其實很多時候有很多個名字 過敏性避炎、鼻敏感、花粉症 其實大家都在說同一件事 都是自身免疫系統 受到刺激之後表現出一些症狀 不斷流鼻水、鼻塞、打痴症的症狀 有些人可能會更嚴重 例如眼睛痕、咳嗽、喉嚨很痕 像敏感、咳嗽的情況 有些嚴重可能會出現臭覺、消失 其實以這個症狀來說 中醫給了一個病名叫鼻球 球是一個古詞 左邊的鼻 右邊就是1、2、3、4、5、4、8、9、9 意思是不斷反覆流鼻水、打痴症的情況 不過花粉症的名字 其實可能會再指明多一點 就是接觸了一些環境的致敏因素 例如花粉、草木、煤菌等等 引起的過敏症狀 它是一個季節性的因素再明確的致敏解 去到我們下一張slide 就是講的 花粉症和被雙峰感冒 有沒有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共同的地方 如果從症狀上 我剛才都提到說花粉症有些很刺激的不停流鼻水 通常都清的鼻水是多一點的 當然也有些是比較稀身的 流鼻水不停流 好像開了水喉一樣又塞 症狀有時時輕時重 通常我們說誘發的因素 譬如接觸的因素 可能只是去了膠外 或者是有一些致敏源刺激度 以至於說 早上晚上可能溫差比較大 一出一入 有時冷氣一焗 不停地發作這樣的情況 因素的原因 都偏向多一點是一些我們所謂虛症的因素 包括我們說肺、皮和塞 終於所說的肺、皮、塞 它裡面的氣 就是簡單來說 真的氣不太夠 陽氣不足 所以它防衛身體的能力變弱了 在內在的環境變化之下 我抵受不了 它就會出現這一系列的症狀 但是雙風感冒在症狀上除了可能會出現 打一次是流鼻水的症狀之外 它亦都會是一些全身的症狀比較明顯 包括譬如說感冒 它可能會周身骨痛、尖寒尖凍 或者甚至發燒、頭痛的情況 那個因素要在中國來說 它牽涉多一點是我們所謂的外邪的 外載因素 譬如說明顯受一些所謂的風寒、風熱的因素所影響 維持的時間相對都比較短一點 一般來說可能五至七天 其實身體有一個治癒的傾向 就是根據身體的氣夠不夠 但是花粉症本身身體的氣比較弱 所以它自己的恢復能力比較弱 所以時間會比較長 發病的季節 花粉症通常有一個季節性的因素 就是春夏 一些花粉或者樹木生長的時間會比較多 這個待會再提一提 我們在中國來說 它和我們五行裡面甘不足的因素會有些關係 就是發病的季節 雙風感冒 任何時間都會 有時候我們說可能有些流感的季節 那又可能容易出現 那相對來說 花粉症肯定就不會傳染 但是雙風感冒就有一定的傳染性 視乎它有沒有一些病毒性 或者病菌性的一些傳染的因素 剛才也提到一些症狀上的問題 其實如果那個被求 就是我們說不發症 如果不處理的話 其實都會令到 很多人的睡眠質素 或者工作各方面的情況 會受到影響 這裡我們也舉個例子 這個小朋友 我們上年的時候通過 而她診症的方法就和她看的 是了 那上年二三年六月 六月中 剛剛是一個我們說初下的時間 即是即將接近 終於叫長下 即是中下的時間 那這個小朋友 她十歲了 那有什麼不舒服呢 當日她看的時候 就說她的眼睛很癢 不停擦 不停流眼水 又流鼻水 那一些很典型 我們說過敏性鼻炎的表現 很癢的情況 那再問她的媽媽 媽媽就說 剛剛昨天去了公園玩 那吹了風 那又有可能 譬如我們說公園有很多的 食物 可能接觸過這樣的情況 那另一方面 當時勞中 剛剛月頭的時候 又曾經吃得很滑 很飽的情況 那當時除了我們說 有些鼻敏感的症狀之外 就是眼睛癢 流鼻水的情況之外 個人平時都比較怕熱一點的 也都是當時比較口乾 但是喝水又不多 這個比較典型我們說 裡面是一些濕的表現 乾得來她又不是很想喝水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腸胃了 一方面之前是食製 那這陣子的胃口都差一點 吃一點點很快就飽 大便也正常的 那我們遙距診症有一定條件所限 所以會比較焦點放在問診 可能她剛才多問一些關於病情之前的情況 同時她的蝕像這個很重要 那拍得清楚這個蝕像可以反映了很多東西 那觀察到這個蝕像 就是她的膩胃比較黃 還有我們說脂肪是一些濕的問題 那反映了脾胃是出現了一些狀況 有一點光是一些風邪的表現 那基於這個因素 就是看到她的脾胃那裡有很多濕 甚至乎一些屈熱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焦點放在脾胃的問題上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說一看到她流鼻水 打籤是否立刻要指標去通鼻 收鼻水這些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說用到一些 即是西藥一些礦敏藥 一些棉類的藥 很多時候考慮是從這個角度 就是怎樣去制止她的過敏元素 那終於我們會看回究竟她的原因 譬如這個小朋友他偏向是脾胃的因素為主 所以要先處理脾胃 之後才可以做下部 所以藥方面我們都是偏向是一些幫助 調皮胃和化濕 看到中間裡面用了一個叫做半下 射心湯的一個組織 這個可能比較複雜 但是大藥的意思就是要調整身體脾胃的濕 有一點點補的 但是主要是化濕力氣 還有加了少量一些通膠疏風的藥去窗袍防風等等 直了五天之後 泡港都相當不錯 他就複診的時候就說說 眼痕、流眼水那些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鼻水就還有少許 這個案例其實也能反映到 其實未必我們一看到流鼻水就立刻要用一些收鼻水 這個情況 先天體質 這個待會有時間可以再講一下 因為這個我自己個人會從出生年月去了解多一些本身的背景 這個是挺有趣的 就是跟天氣的人所習慣 這裡我們先講一下 然後再講一下下日 OK 那個小朋友都很快就康復了 但是其實如果是說 什麼導致花粉症發生的呢 其實中醫角度又有什麼規法呢 其實剛才說的那個病例 其實吃完五天之後都需要再增進 不是說一吃完之後 康復就沒事 看看之後要怎樣調整 不如是那個 這個剛才沒有再詳細說 我只會再講 我們之後再講到就是那個 有什麼因素影響了 不好意思 有什麼因素影響了那個發作的情況呢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分開三方面的 一個我們說一個 就是一個中醫小小的說法 就是天地日 三個因素 我們可以說天的因素 就是外在的因素 天氣的變化 包括了季節的轉變 現在其實今天我們有一個節氣叫做谷雨 今天是4月19日 其實都是在剛剛正直是春夏交界的時間 開始踏入初夏 現在其實適合春天和夏天 中醫認為春天是屬木的 木本身會生風 所以會助長花粉的傳播 令到空氣裡面的致敏源會增加 而夏天本身屬木的 而夏天本身屬木的 火它有一個特質就是 如果火旺會容易刻金 是屬金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在春夏交界的時間 我們說大約4至9月 這段時間比較容易會有過問的徵狀 從現代的角度來說 花粉的傳播多了 引起到空氣裡面的殖民會增加 再加上其實現在城市化之後 空氣裡面的二氧化碳 含量也上升了 這個會造成全球暖化的可能性 同時間譬如植物的光合作用 它也會增加 這個其實也會令到傳播花粉的時間提早 同時持續的時間也會比較長 剛才提到天氣的變化 中國傳統有所謂的24節氣的天文力法的特質 其實每15天是一個節氣 剛才提到今天是一個谷魚 其實每個一個節氣 在我們身體來說 其實都在考驗我們廢皮的氣 換句話說就是抵抗力 第一個我們如果比較弱的話 很多時候在這些節氣的前後都會容易 有某一些病可能會加重或者會發病 所以這幾天都要相當好好注意 作息或者健康 明白 於是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提及到季節性 會導致到花粉全部都比較厲害 但是譬如我們這邊 我住香港的 你們那邊有倫敦、曼徹多 全部都是城市來的 沒什麼花、沒什麼草 會不會其實影響沒那麼大呢 如果花粉性的話 嗯 那其實正正又說一下我們下一張篩 其實這幅圖裏面都顯示到 我們說在城市裏面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 會不會說沒那麼多花 或者沒那麼多植物就沒那麼容易影響 那某程度其實呢 這個是倫敦的一個狀況 譬如我們說一至四月 它比較多某種植物 會傳播那些花粉或者植物的生長 那其實都看到就算在城市裏面 它都會有存在花粉的情況 就算在香港其實雖然相對城市化一些 但是都有一些植物 例如木棉花 這個都是一個季節性來講 很多時候一出木棉花 就很多人會被敏感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都有這個狀況 就是飄到周圍都是那些情況 那另一方面 城市裏面它也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空氣相對沒有那麼流通 那特別是香港的高樓大廈 或者本身可能比較多車 那車其實它都會令到 跌在地面上面的一些植物園 花粉等等的情況 可能會重新被捲起 那這個會有機會增加了患者的風險 另外汽車裏面本身也都會排放一些氣體 譬如NO2 二氧化氮 或者一些PM的粒子 那也都會可能刺激到呼吸度 引起到一些過敏的症狀再進一步增加 是的 那我們又可以再看看另一個因素 剛才其實提到的就是地區的因素 我們剛才說天地人 就算不同的地區都有機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就有一些內在一點的 那譬如看看這張照片 我們提到就說 女性和男性的發病會不會有分別呢 有其中一些研究就說發現女性的發病的情況 花粉症的發病情況是比較重的 另一方面也都提到就是 花粉症 這裡可能細一點再說 橙色的那個就是女性 藍色的那個就是男性 左邊的幅圖 那右邊的幅圖就提到就是 什麼年齡會比較多花粉症的情況呢 很明顯的指向就是一些青少年時期 十至二十歲這段時間 那這方面佔大多數的 那其實這些因素呢 我們說都包括了一些 除了我們的年齡 比較年齡的因素之外 先天的因素有時都有 例如我們說 父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症狀 他們本身可能有病敏感 或者濕疹 子女去患上花粉症的機會 可能都會增加多一點 那剛剛也都提到就是 什麼先天因素的這個 那個體質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譬如從出生的年月去考慮 那時候我們說 中醫有一套學說叫五運六器 就研究一些天氣對人健康的影響 但是如果譬如我們說 可能我在那個時段出生的 那其實都會受到外在的一些環境因素的影響 譬如可能當出生在五字年份的 舉例譬如1995年 那一年我們叫月年 屬於叫金不足 那金呢 中國來說有種所謂肺氣不足的因素 這種情況呢 如果它又是可能秋天 或者是夏天 就是四至六月 或者九至十一月 出生的人 那些人呢 是相對的機會可能會大一點 就是這個不是絕對的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是一個 挺有趣的觀察 的確是 差一點點 和容易多一點點 會有些過敏的問題 好 我們有 再講一下 人家講 slide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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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都想問一下 說了這麼多花粉症的成因 和症狀之後 其實都想請問一下 意思 中醫是怎樣治療花粉症的呢 你剛才都說了 顏某的一個個案 還有其他方法呢 還有其他方法呢 其實中醫來說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治療 比較 剛才講中藥 我們都可以講一下針灸 針灸 其實是透過 幫助身體氣血調整的治療方法 因為中醫的認識 就是說人的身體呢 除了有臟腐內在的器官之外 身體有很多經絡 就是好像很多條河道 是不停貫穿不同的城市的情況 那如果這些河道它阻塞了呢 那是其中一個因素會令到出現疾病的問題 而針灸我們就是去調整這些氣血的阻塞 去達到比如說 有某些穴位 比較偏指標一點點的 譬如印堂 凝香 這些有些疏通避孝的作用 另一方面 可能要治本 因為剛才都不停提到 就是花粉症呢 它唏噓或者正氣不足的因素很重 可以譬如廢書 皮書 臣書 在背脊上 這三個穴位 有時候我們都會用到 在一個天教的治療上很常用 稍後都會再提一提天教是什麼 那肺皮腎 和合谷 一些遠端的穴位 裂缺 這裏就沒有特別說 合谷 和足三里 我們說是一個陽明經 是多氣多血之經的一個重要穴位 所以它可以增強到人體身體的靜氣的作用 裂缺就入肺經 本身可以疏通那個肺氣 因為肺 中醫角度來說和肺是相關的 除了針之外也可以按摩 其實也有一定的作用 譬如說 剛剛那陣子的鼻子很塞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形香源 也有一定舒服的作用 另一方面 剛才關於中藥 這裡也講了一個 就是剛才講了一個病例 中藥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成份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簡單來講 都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指標 是一種的自本 而右邊我們這裡 包括有細生 白子 生兒 鵝不食草 這些是偏向多一點 是指標多一點 可以宣通鼻孝的作用 如果我們說要自本 我們要找出究竟它有什麼原因去導致 它好像剛才提到的病例 牽涉皮胃的一些濕菌 我們要先清除了皮胃的濕菌 又或者可能我們說 當清除好一些問題之後 我們就要考慮開始幫它補 譬如說上用的時候 懷山、擋芯、北騎 或者這裡有一個重草 重草就會幫助益廢補塞多一點 要根據它的實際情況 如果你說一開始 我就不停止通 或者不停補 有時候有可能會 作為虛不受補 其實除了使用 以上剛剛才說的方法 去改善體質之外 其實我們生活裡面 都有細小的調整可以做到 去改變回我們的習慣 去減少病發時候的症狀 例如第一個 大家都習慣了試過的 戴口罩 特別是在花粉 全部的季節可以戴一戴 因為可以直接隔開自民原 令到花粉不可以直接刺激到我們的呼吸 第二個 要避一避山冷物 因為其實這些山冷物 是可以影響到我們身體裡面的氧氣 所以真的小食為妙 夏天即將到達 大家都盡量避一避 雪糕 凍飲 西瓜 綠豆等等 凍飲 凍飲 凍檸茶也好 不要當作為他命C 盡量避一避 第三 譬如說 出外面之後 回到家 首先 換衣服 先洗澡 先不要去住 因為身體上會黏住 外面的花粉 污垢等 沖走了之後 就不會在家裡散播 令你之後都會有不舒服的那些跡象 那第四 剛剛醫師都有講過的 就是添救 這個也是一個選擇 添救其實不需要用針針 它是拿回中藥製成的藥貼 貼回去你的穴位的位置 刺激穴位 導致有治療的功效 這樣可以保抑陽氣 減少陽去導致的新病 那第五 那大家 香港人都應該喜歡喝湯水的 那可以喝回多些 減肥益位的湯 譬如有青寶涼 不止無土 重草花 都有個新奇的防禦人 對外者的抵抗力 那另外一邊 我們也都知道 重草 大家都認為 認為和知道是一個有效補身的藥財 亦都說 條理原身體 可以改善到鼻敏感 甚至乎可以斷尾 趁這個時候 問一問醫師 其實什麼是重草呢? 是的 今天我們都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其中一種暴益的藥財 重草 重草其實它的名字 我們有時候聽到是東重夏草 那為什麼有冬天有重夏天草呢? 其實它在冬天的時候 其實是由一種叫做脈角菌科的真菌 去侵入了幼蟲的身體 所以它侵略了那條蟲仔 之後它吸收營養 吸收營養之後 那條蟲就死了 之後呢 慢慢它佈滿了一些菌絲 之後變成一種叫群屈 去到夏天的時候 這些真菌 慢慢就在那個蟲體那裡 伸出來 那個頭部伸出來 那就變成了蟲草 所以它有個名字叫東蟲牙草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我們在吃的蟲草裡面 其實是蟲的屍體 某程度都可以這樣說 哦 我自己就不是素食者 但是如果這樣說的話 素食者是不是就不能吃蟲草呢? 如果以本身的蟲 就是它是侵略了蟲 死了之後 這個這樣的特質來講 其實跟素食的原則是有點違背的 不過呢 現在在市面上 有些蟲草的產品 它會說素食者是可以食用的 其實代表它在製作過程裡面 廠商它可能用了一些技術 它可能可以直接提供營養素給振發 那就未必會 需要撒裂了一個蟲的情況 所以製作過程它沒有涉及到動物食物 素食者可以安心一點 我收到 那另外一篇箱 坊間就說到蟲草那麼好 又是名貴中藥之一 但是在中醫角度 依次你的 perspective 蟲草其實有什麼好呢? 如果在我們說古書來說 都有提過不少的記載 大致上它都是指向有一個所謂的幫助肺 和支廢陰 很神藥的一個作用 對於我們說一些鼻敏感的症狀 譬如有見到不停流鼻水 或者一些器官的問題 咳喘 譬如本草重申 都有提到去自勞秀 勞秀就是勞累 之後就不停咳嗽 其實跟我們剛才說 一種靜氣虛的敏感的情況 都會有關 甚至乎烤喘 它都有一個幫助 在調製本的作用 對於一些我們說 不是很清楚自己的體質是怎樣 或者可能曾經吃過一些很滋補的東西 虛不受補的人士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入手的一個產品 之後呢 其實我們都會再講一下 蟲草是什麼 除了剛才說它的內源是怎樣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做蟲草 包括了有一種叫蟲草菌屍體 其實它是經人工發酵而成 其實這張照片裡面都提到 本身中國藥店它有批示了 有五種的菌種 其實是可以認定是屬於蟲草菌屍體的菌種 包括了蝙蝠蛾形青梅 粉紅膠梅 蝙蝠蛾胚胞梅 蟲草胚胞梅 蟲草頭胞 還有中國胚目胞 有五種 其中它可能比較多些會聽到 例如黃色那兩種 CS4和CS866 有些說法就是 CS4偏向補費多一點 CS866就養肾多一點 另一方面就是 有一種可能大家都經常聽過 蟲草就是蟲草花 是否就是東蟲夏草生出來的花 不過它其實是另一種的菌種 它也是菌來的 不過是一種叫翁蟲草 和東蟲夏草是另一種的物質 雖然它都收納在藥典裡面 但是它的功效比蟲草是相當多的 不能說完全沒有效 但是它是偏向一種食材多一點 所以要了解一下 因為有時候會容易混亂 聽到的名字差不多 另一方面 從科學的一些角度去看 開始多了不同的科學家對於蟲草 想了解多一點 究竟從現代醫學角度 它有什麼幫助呢 左邊的研究就是 找了一些在中國的一些長者 之後做了一個雙橫事業 RCT 這個可能醫護人員應該都很熟悉 一個比較有意義的一個 research 雙橫事業 就是將一半人分開 一部分去複蝕CS4的一些產品 另外一部分就給了一些安慰劑 之後就可能再看看 究竟的結果 吃完之後 六個星期之後 即是去旅遊題 吃了六個星期 之後情況如何呢 發現用它的量度方法 就是長者運動期間 身體的攜養能力 或者呼吸系統的運作 以至於抗疲勞的能力都有改善 另一方面又有其他的研究 就是說蟲草可以大量降低體內的IgE 一些身體的免疫根子 去減低過敏的反應 令到一些生活質素和肺部的功能都有改善 到最後下面那個 就是一個首爾女子大學的一個研究 所以都看到不是局限 只是中國的一些研究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 他們的研究就是 裡面一些元素 腺菌、蟲草素 屬於蟲草裡面的一些成分 有一個可以幫助 產生抗炎細胞因子的作用 可以從而調節到免疫反應 我們又再講一下 例如蟲草 都是從現代醫學角度看 將它分解了 究竟為什麼有什麼這麼好的情況呢 發現裡面有五種比較重要的活性成分 第一種叫腺菌 Adenos 它可以有一個鎮靜安神 或者提升肺肉量 增強免疫力 抗疲勞 在中國來說 偏向一些心肺的作用 因為安神是可以養心安神的作用 消除疲勞 蟲草酸可以強化到一些氣管的狀況 調節脂氣管的平滑機 都是在不肺的作用 在一些氣管的問題上改善 還有在促進疫循環 蟲草素可以抑制一些細菌抗病毒的狀況 都是對於慢性脂氣管炎、烤喘等方面都有些幫助 第四種叫蟲草多糖 這個比較特別 對於月形肝炎會有些治療的作用 或者對Pribosis、乾纖維化、乾硬化這些情況 都有一定的幫助 這個挺有趣 因為乾跟我們說敏感症 在中國來說 乾本身是生風的 就是剛才說過木的因素 所以某程度來說 如果我們用中醫的角度去看這些分析 其實它有幫助調乾的狀況 某程度對於一些乾風引起的敏感症 可能會有些幫助 不是單單只是低皮疹 不過這裡多說一點 蟲草蛋白還有 一些優質的蛋白 可以加強身體的強壯健康感 其實蟲草相對來說 其實性質都比較溫和 即是美金、性平 所謂有些所謂保而不躁的情況 所以通常對大部分的體質都是比較合適的 一般來說 最好是三歲以上的人士服用 但是有些情況之下 我們都要留意 包括譬如 如果處於一個劇烈的敏感發作期 或者孕婦懷孕的時候 最好就諮詢一下醫生的意見 還有在中醫的原則來說 我們說蟲草是一種保益的 所以如果有一種愛感 譬如在感冒發燒的情況 我們要先清除它的愛感 之後才去食用 譬如雙風感冒 我還可不可以去食用 我們終於建議 其實要先停一停 另一方面就是 所謂虛不受保 或者是熱底的人士 其實虛不受保 有一點像剛才提到的病例 就是脾胃的功能 他不好的話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所謂虛不受保 即是他的食物塞住了 你再去保 那他就越來越失落 所以譬如在這種情況下 我又不是很清楚自己的狀態 可以將量減少一些 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如果也不是太明顯的話 建議可以先用運中醫師去看一看 有沒有些東西要先清除 如果幫助身體去調節 令到氣血去通常 沒有那麼多的東西堵住 所謂虛不受保 之後再去食 其實效果會相對地增加很多 因為這個情況 講多一點 因為以前我也在香港 治療過不少 有COVID的病人 因為那時候也多 前幾年 或者過敏性的一些避炎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去治療好 一些急性期發作的情況 有些病人說 我都 炎的藥很苦 不想吃那麼多 都會推介一下 有些食物可以吃 或者一些比較溫和少許的湯水 以至於蟲草的一些產品 我都會推介一下 有時候 可能建議他們吃 至少六星期以上 其實有些反應回來 效果都不錯 譬如相關的過敏症狀減少了 特別是有很多時候 會精神了 和少了感冒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 反應 就是說 的確有些幫助調補肺神的作用 最後一點就是 實熱 出血的一些症狀 譬如有 其實對比 買整條整條蟲草的賣 現在因為大家比較忙 方便很多的情況下 都越來越多人 會選擇直接買蟲草的保健品 但是每一個人 如果是買普通一條條的蟲草 大家攀調煮的方法都不同 有機會令蟲草的藥效流失 或者那個營養價值 甚至乎是會破壞的 如果是選擇蟲草的產品的時候 其實應該有些什麼去留意呢 另外 其實我們剛剛都有提罰過的 熟悉的人都知道 蟲草的核心成分就是線金 那是不是代表線金的含量越高 那就是蟲草的含量越高呢 剛才也有提過 我們說有五大的活性成分 所以其實線金它只是其中一種 而且線金Adenosin這個名字 其實都不是說只是在蟲草聽過 可能有些伺服文都有機會有 所以其實它不是獨有的情況 因此線金的水平高 也不代表蟲草含量高 而我們說部分有些蟲草產品 可能加入了其他的元素 可能那個成分就沒有那麼單純 可能蟲草花以為也是蟲草 但實際上它又不是的 另一個就是第二點 我們說選擇的時候 其實這個都相當重要 就是安全性 這個問題跟我們做中醫 很多時候病人問中藥有沒有水人 有沒有重金屬那些情況 其實如果在藥廠去做的一些產品 很多時候它是需要透過一些檢查 譬如農藥重金屬的檢測 通過了它之後才可以出品 還有看回廠商有沒有安全的認證 譬如GMP這些廠商認證 因為這些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中醫 都有兩類 有些很喜歡煲藥的 有些我們通常用的是濃縮中藥 所以其實情況有點相似 所以相對來說 你說可能是圓條野生的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未必知道它究竟是否真的重草 因為始終都很貴 假的藥材是多的 另一方面就是重金屬的問題 最後就是它有沒有核心成分 剛才提到的五種 明白明白 都辛苦了以示分享了這麼多資訊 由花粉症的成因去到治療方法 相信各位聽眾都真的不少得益的了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趁現在向醫師發問 或者也可以在checkbox裡面 打這個問題出來 我們都看到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了 趁時間可以打查詢了 好 見到有個message 就是說戴隱形眼鏡可不可以 關不關顧眼鏡 對 不好意思 OK 明白 其實如果這個問題 都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如果戴隱形眼鏡 有些研究它就說 在花粉高峰期的時候戴 它會有機會增加眼光的情況 這個的確是 有可能 如果你眼乾的話 敏感的機會也會增加 但是有些說法 就說戴隱形眼鏡 就阻隔了和花粉的接觸了 所以是減輕的 所以就很 depend 你戴完之後有沒有出現一些 很強烈的眼光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 其實可能那段時間 用別的方法 就是普通的 舊式眼鏡 其實它也有一定的 阻隔的 吸煙和鼻敏感有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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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般來說 吸煙一般來說 沒有直接增加患上 發酵症和鼻敏感的機會 但是當我們說 有吸煙的習慣的時候 當它在發作 它有機會會增加嚴重性